大家好,我是居然周更了的张大宝 今天我们来做一款颜值和口味并重 而且超级简单的槐花奶豆 宋师有云啊,槐花黄石菊子芒 军心阴烛白云香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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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的时候秋世正赶上槐花的季节 所以古人呢有时候以踏槐花代指进京赶考 虽然说那槐花说的是黄色的国槐 而我这个浓眉大眼的白花一看就是杨槐啊 不过都是近亲嘛,大差不差啦 接这个视频呢,祝各位考生都能考到理想的分数 考完休息放松的时候别忘了关注张大宝的厨房哦 首先呢咱们用淡盐水把槐花好好的洗干净 真的好香哦,好香茉莉,但更清甜一些 可别被它这个白白精精的花瓣给骗了 一定要好好洗,不然可能会吃到不明肌肉味嘎咚醋蛋白质 洗干净以后用厨房纸吸干水分 煮沸240克奶油倒进槐花里,浸泡几个小时 等香味缓缓地释放在奶油里面 过滤,然后补上蒸发和损耗的部分 它还是从前那个奶油没有一点点改变 但是闻起来呢,却多了浓郁的槐花香 这就是手中无间,但是心中有间的高手境界 准备好了槐花奶油以及其他所需要的材料 我们现在开始制作奶冻吧 冷水泡发杰铃,杰铃粉可能会有一点点腥味 如果你家里有杰铃片呢,最好替换成杰铃片 分出大约一半的奶油,把它煮沸 倒入白巧克力中,搅拌均匀 倒进去以后我都发现这个碗有点小 人人要问了,为什么你不换个大点的碗 是不是懒得行 你要这样想,格局就小了 看好了,我这样振动就能产生量子波动 通过量子纠缠来均匀这碗奶油和巧克力 比普通搅拌法更加高效 奶冻的口感也更好 江湖人称,崛起量子波动搅拌法 倒入泡发好的鸡铃丁 同样继续振动 倒入设下的一半奶油 原味奶冻液完成 分出一半奶冻液,加入四克抹茶粉 你看这明显就没有刚才叫量子波动搅拌法 搅拌的均匀嘛 只能用军制机给它打一下啊 这样没有军制机也可以过过几边筛 抹茶奶冻液完成咯 最后是透明果冻层 把糖和水一起煮化 加入滑花浸泡几个小时 得到一瓶滑花糖浆 滤出花朵后加入泡发好的鸡鸡丁 加入融化,稍稍冷却备用 接下来就是组装啦 给慕斯圈的底下围上保鲜膜 加锡纸双重保险 再塞上慕斯圆一点 如果你有好看的玻璃瓦儿 玻璃瓶子,用那个就好了,更方便 至于你用慕斯圈也不会让它变得更好吃 我只是因为手上没有合适拍照的容器了 先倒入60毫升的抹茶奶冻液 冷藏20分钟 然后倒入60毫升的原味奶冻液 还是20分钟 最后倒入透明的淮花果冻 把洗干净的淮花放进去装饰 为了颜色更好看 我还放了几片菊花花瓣 以及三叶草的叶子 冷藏半个小时之后呢 积极就完全稳定了 为了方便通膜 我还稍稍冷冻了大概半个小时 这个奶冻入口即化 浓硬的奶香味和微苦的抹茶味 特别的突出 没有辜负恐高的我 腿肚子抖抖抖的 在梯子上摘了一个小时的花 这个淮花真是怎么做的好吃 你最喜欢哪种做法呢 我觉得它唯一的缺点 可能就是赏胃期比较短 某种意义上 就像短暂又美好的青春一样 祝福各位烤生 不管烤得怎么样 都能够不辜负这一段精彩的时光 细心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是张大宝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